大家好,我是老丸子 那现在我来吃百花甜品店 广州是一个常年入冬失败的地方 12月底,我们穿着短裤、短袖在街上走 还是会热到流汗的 那我们顺着文明路走呢 准备去去广市甜品 路口这里呢,就是有30多年历史的百花甜品店 这个店呢,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有一整面墙这么多的菜单 整整一面墙,全是文字,没有图片 这就是传说中选择困难症患者的叹息之强 在看视频的观众老爷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甜品推荐呢 快打到屏幕上吧 掏出手机准备买单 老板说 算贱 我拿出了钱包里藏了三年的一百块钱 郑重地交给老板 付完钱把小票递给服务员 不到一分钟,甜品就端上来了 平时去甜品店呢,我一般都会点马蹄沙 可是不知道今天为什么,点了芝麻糊 想帮我分析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碗芝麻糊浓稠细密 黑到发亮,送一口到嘴里 冰凉的芝麻糊缠在舌头上 香气直接上头 不到三秒的时间里,我好了 好喝 好喝好喝 想说妈妈会买芝麻糊 放到冰箱里,冻成冰棒 特别好吃 皮基老师点了一个芋头西米露加椰奶加哈密瓜雪糕 我先拿来尝尝 椰奶倒在西米露上 刮一小勺哈密瓜雪糕进去 一口下去 这致病的甜度,明明是一整碗白糖啊 基本上就是椰汁味道 芋头的味道很少 保持了文化冲击的小民呢,不走寻常路 点了一顺有海带的黑暗甜品 总之呢,他开心就好了 这家店很多甜品都特别特别的甜 至少都是半包糖起步的样子 甜品的口味,大家就各有所好了 但广东的糖水文化呢,是很值得体验的 在南城的同福东路619号 还有一家芬芳甜品店 他们家的糖不甩和马蹄沙是我的最爱 可惜这次没有时间过去吃 只能把以前的视频翻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记得一定要去尝尝啊 请给我关注,点赞,投币,收藏 我是老安子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